大家好 鸿门操作系统不再兼容安卓 换一种说法呢 就是鸿门将与安卓应用 形成硬分叉的局面 如此一来呢 鸿门的应用生态将会成为 完全独立的全球第三大系统 彻底的站了起来 这样的一个说法呀 很多朋友难以理解 鸿门操作系统 作为华为的一个旗舰品牌 已经推出呢 这个好几年的时间了 要说对吧 全球操作系统 当然安卓和iOS 此前这个出这个比较早 那么市场占有率呢 也比较高 自从华为被美国制裁之后呢 整个的基于安卓的 谷歌的生态应用呀 就不支持华为手机了 特别在国际市场上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看到华为手机 即便是性能很好 但是在国外这个销售的时候 不支持什么 谷歌的搜索啊 不支持一系列的应用的生态 那么让很多消费者呢 都没有办法这个去使用啊 包括谷歌的邮箱呀 谷歌的地图呀等等 要知道在国外呢 谷歌相关的产品呢 市场占有率非常高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逼迫着华为 必须开发 独立自主的操作系统 鸿蒙操作系统呢 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呢 是啊 行也得行 不行也得行 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拍照胸脯说 鸿蒙系统 无论在用户体验 还是整体的系统安全 系统架构 都已经做到非常的成熟 我自己用鸿蒙呢 也已经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从一开始的第一代 1.0版本 我就开始使用 那么也看到了 鸿蒙4.0发布之后 整个产品呢 越来越成熟 如此说来呢 很多朋友就疑问了 既然几年前 和安卓就已经分手了 大家分道扬镳 各忙各的 对吧 为什么到今天开始 才会有这种说法 叫做鸿蒙告别安卓 鸿蒙与安卓应用 形成硬分叉的局面呢 这里面呢 就要说到了 应用或叫做 操作系统的生态体系 我今天呢 就要来针对这个问题呢 和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解释 以及要告诉大家 鸿蒙系统 接下来的 它的一些机会 和一些挑战 以及为什么 现如今 包括美团 网易 还有各种 即时加 中国常用的 应用APP 都在疯狂的招人 招这个 鸿蒙操作系统的 应用开发工程师 同时呢 他们也要推出 基于鸿蒙操作系统的 原生版本的 应用程序 我们称之为 APP 那么基于此呀 鸿蒙的大规模 完全独立的生态体系呢 正在大刀阔斧的 向前发展 当然 我们还会和大家说 鸿蒙操作系统呢 当前所取得的 全球最高级别的 安全认证 由此可见 鸿蒙系统的成熟度 生态的发展 安全体系的建设呢 正在趋于成熟 我们首先 来跟大家说 当前 鸿蒙系统 它的硬分叉 究竟是什么概念 在过去呢 鸿蒙是鸿蒙 安卓是安卓 但是呢 鸿蒙系统 毕竟是一个 新生的操作系统 那么 所有的操作系统呢 它不能独立的存在 或叫做 它必须要有很多的 应用开发者 开发很多的 应用程序 有这个游戏的APP 有新闻类的APP 我们的经营头条 我们的这个 很多的抖音 我们的QQ 微信支付宝等等 非常多 这些APP呢 叫应用APP 它是呢 基于操作系统 来进行这个开发的 因此我们说 iOS 有iOS的应用程序 在这个 这个App Store里面 就是iOS的 这个商城里面 来下载 安装这些APP 安卓呢 有安卓阵营的APP 安卓的APP呢 它是一个 这个开源的 因此呢 它的应用市场比较多 国外呢 肯定是 谷歌Play 那国内呢 就很多了 应用宝呀 这个很多啊 各家商城 包括像华为 有自己的应用商店 小米有自己的 应用商店等等 那么这些安卓应用呀 它有一个最典型的特征 就是它的后缀名 叫做.apk apk呢 就是应用安装包 应用安装包 那么 我们说后缀名呢 就代表这个文件的 它的这个属性 比如说 我们知道 word文档 对不对 叫.doc 或者点.docx PPT呢 是PPTx 对吧 一个sell呢 反正呢 它的这个结尾呢 它有点什么什么什么 都是表示呢 它的文件类型 而过去呢 鸿门操作系统 虽然发展的比较好 但推向市场的时刻呢 它并没有独立 完整的应用APP的生态 因为过去这些 应用的大厂呢 开发的主要是基于安卓 基于iOS的 当你的这个鸿门系统的 用户量还不够多的时候 那么应用的厂商 或叫做很多的APP的厂商呢 他们不愿意为一个 基数比较小的操作系统 来开发应用程序 那当然这些呢 也是基于商业考虑 所以我们才会说呀 一个软件 一个操作系统 它最难的 除了自身的研发之外呢 就是它的生态体系的构建 有多少玩家 有多少兄弟一起来捧场 一起来支持你 这件事情就很关键 那于是乎呢 我们就要说到 在鸿门刚刚推出市场的时候呢 它呀 为了能够让短时间之内 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呢 能够在鸿门操作系统当中 来使用各种应用程序呢 它经过了特殊的设计 那它使用了安卓应用当中 所支持的一些组件 换言之呢 它可以在鸿门操作系统当中 来安装.apk的安装文件 所以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呢 会发现 好像这个所有过去 这个在华为安卓时代 所研发出来的这些安装包 这些软件 在鸿门上面使用 都是完全可以啊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呀 就相当于它搭了一个桥梁 搭了一个桥梁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 是在你一个操作系统早期的时候呢 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呀 你必须要借助这些外力 让自己的用户量得到发展 让自己的用户体验呢 能够好一些 让自己的这个消费者目标群体呢 能够体验到鸿门系统的一些特殊的功能 或叫做它的流畅呀 它的用户体验 而随着鸿门操作系统的用户越来越多 同时呢 安卓阵营对华为方面 华为手机 华为的系统呢 越来越不友好 所以呢 鸿门迟早有一天要独立自主 就像一个小朋友 小的时候对吧 必须要有大人啊 要有监护人的帮助 他慢慢成长 当有一天呢 你自己哎 翅膀硬了对吧 你开始能够啊 独闯独闯江湖 所以今天的硬分叉的意思呢 就是以后分叉之后 你安卓的对吧 APK的安装包 不好意思 我鸿门系统不兼容 用不了 就比如说 你今天安卓 你把APK安装包 放到苹果手机里去安装的时候 你会发现 根本就用不了 根本就用不了 那么基于此呢 鸿门方面啊 就相当于做了一次 非常强硬的表态 和安卓之间 彻底的分道扬镳 那么接下来并非没有考验呀 接下来的考验很简单 有多少 有多少的应用厂商 有多少的互联网公司 各种APP 他是不是会基于鸿门操作系统 来单独开发一款 啊 这个什么什么 某某后缀的 基于鸿门系统开发的应用程序呢 这就是一个关键了 所以啊 我们看到最近呢 无论是美团 或是网易等等这些 互联网公司 都发布了很多招聘公告啊 这些招聘岗位呀 都和鸿门系统相关啊 我们看到一些工程师呀 直接爆出了什么 三万四万五万六万的 天价的薪酬啊 当然我说天价 是相对于一般的 咱们的毕业生 或是一般的工程师啊 可能一万多呀 两万多 对吧 那么鸿门工程师呢 应用系统工程师呢 现如今呀 真是炙手葛热 那么当然是为了加快 推进鸿门原生 这个系统的 原生应用的开发 来加快鸿门生态体系的建设 那这都是其中的一环 除了互联网公司 这个招聘人才 那么启动 针对鸿门原生应用的 开发之外呢 我们看到 当安卓的 阵营版本的APP APP安装包 与鸿门不再兼容之后呢 未来所有的鸿门的入口 鸿门的API 所有的这些 接口呢 都将会一个 完全独立的形态 这就是所谓的 鸿门将与安卓应用 形成硬分叉的局面 或叫做 它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解释 我想说到这里呢 大家就明白了 对吧 以后呢 你是你 我是我了 大家不搭尬了 反正就是分家了 对吧 分家之后的鸿门呢 你能够发展的怎么样 你能够找到多少兄弟 来支持你 来开发你的原生应用呢 那就看你的本事 表面说看本事 实际上就是看你有多少的设备 安装了鸿门操作系统 你华为手机的销量究竟如何 如果说设备很多 比如说明年 华为手机卖出一个亿 一亿部都安装鸿门系统的话 你想呀 作为互联网公司 这些都是妥妥的流量呀 对不对 还当然愿意为此来开发一些应用 投入一些研发人员 开发基于鸿门的 这个应用操作应用的程序呢 我想呀 这个成本和收益之间 这笔账谁都会算 我们知道除了底层技术架构 包括系统设计理念 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之外呢 那么另外呢 包括市场 包括未来的发展 那么这种种因素都决定了 安卓和鸿门系统呢 它不可能一直像过去那样的 相兼容下去 那么迟早要分家 这背后我们也看到 鸿门与安卓的这些操作系统 在生态竞争上 应该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形成了一个多元系统并存 多方竞争同时存在的格局 那么入局鸿门生态的企业呢 现在不断的增多 短期之内呢 当然就形成了鸿门操作系统 应用开发工程师的人才的短缺情况 所以呀 这个市场规则 对吧 前面才会爆出了那么多的天价薪酬 来招聘鸿门开发工程师 这也就形成了当前新一轮的 鸿门高端专业人才的抢人大戏 我们之前说过 根据估计啊 接下来几年 全中国的鸿门开发工程师啊 它的缺口会达到100万 如果你是今年 比如说刚毕业 或者呢 短时间之内 在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 特别呢 如果你是IT相关的工作 程序员啊之类的 那么说实话呢 这个时候 学一学鸿门系统呢 在接下来恐怕呢 将是一个比较抢手的 一个这个方向 那么在一些招聘的APP上 我们也已经看到 鸿门开发者已经成为了 像京东 WPS啊 凤凰新闻 微博等等这些 互联网大厂 争相 这个招聘的人才 而且招聘岗位众多 那么一方面说明 这些公司正在加快 鸿门应用程序的开发 为鸿门原生应用呢 这个招聘买马 另一方面 也说明 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 的确出现了 鸿门开发者供不应求 受到各大互联网厂商 相互哄抢的一个局面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就反映出 华为鸿门系统呢 在未来的发展呀 是被看好的 如果未来 华为手机越卖越少 鸿门的使用者越来越少 你觉得这些 大型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会为此布局 为此招兵买马吗 当然不可能 我们说的呢 都是在商严商 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 华为宣布了全新的鸿门 HarmonyOS NEXT 叙事待发 鸿门原生应用呢 也全面的启动了 一时间 众多合作伙伴和开发者 都加入到了这个 鸿门生态体系当中 也加快了鸿门原生应用的开发 那么现如今呢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啊 欣欣向荣的局面 而最近呢 普遍被大家所关注到的呢 其实是 华为和美团之间的合作 而且要整个探路 鸿门原生应用的开发 它的包括开发工具 开发的流程 那么开发过程当中呢 有哪些挑战 有哪些经验等等 由此呢 这几天我们看到 华为和美团呢 还搞了一个启动仪式 这个启动仪式的名字叫做 鸿门原生应用 开发启动仪式 在这个仪式上呀 就共同宣布 那么华为方面和这个 和美团方面呢 双方将以 HarmonyOS作为基础 就是开源鸿门作为基础 在产业创新 技术应用 商业发展 等各方面呢 双方展开合作 华为呢 也将全力支持 美团启动开发 鸿门原生应用的相关工作 其实呢 启动类似工作的企业很多 那华为呢 自然也要树立典型 对吧 美团和华为之间 共同召开的这个发布会呢 显然就引发了很多的关注 因此呀 美团最近这个开发鸿门呢 也是频频被大家所讨论 在今年9月份 举办的华为秋季新品发布会上 那么华为的常务董事 也是这个 余晨东呢 他就曾经坦言 华为的原生应用全面启动 那么 未来一段时间呢 那个 Harmony就是华为的 鸿门的原生版本的 Next 开发者预览版本 也将在2024年的第一季度 向开发者全面的开放 这样的开放本身就意味着 除了这些互联网大厂 他们可以来使用这些开源的 开发工具 开源的代码来进行应用开发之外呢 我们的一般的个人开发者 包括我们大学高校 一些呢 从事相关专业的人士呢 在开发板上 都可以来下载鸿门的原生的应用 在上面呢 做出各种各样的定制 创新 以及呢 这个开发 我想呀 很多的火花 很多的创新呢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涌现出来 那么未来呢 也会由此培养很多的 鸿门相关开发的人才 在我刚毕业工作那会的时候呢 正好移动互联网呢 可以说是啊 这个非常的 心心向荣 当时很多朋友呢 从事iOS的 应用程序开发 有从事安卓的 应用程序开发 那应该说在市场上呀 都是被轰抢 主要是因为需求量很大 而今天呢 鸿门系统当前的局面呢 就让我想起 刚毕业那会 十几年前 移动互联网 刚刚启动发展的 这个啊 当时的这个情形 那么我想呢 这样的信息也意味着 众多移动互联网应用 它的安卓版本 肯定呢 与鸿门方面的 这个版本呢 肯定要相互的独立 也就是在互联网公司而言呢 它未来至少要维护 三套版本 iOS版本 安卓版本 和鸿门版本 那么我们看到 华为呢 最近还宣布 包括像小红书 像同城旅行 像招商银行这些 包括了社交电商 旅行 金融 等多个领域的 40多家企业 这些企业啊 都是有很多的消费者 很多的用户 他们的流量呢 也很大 那么40多家企业呢 都达成了鸿门生态的 这个合作签约 应该说呢 作为本地科技零售企业的美团 融入到华为的鸿门生态 只是一个例子 一个典型而已 实际上则背后呀 华为鸿门生态的发展呢 是有未来有千千万万个 这个应用程序都来开发 最终才能够让整个 华为的这个鸿门生态 得到大力的发展 在华为中端云服务总裁 朱勇看来呢 鸿门独有的分布式技术 仅一次开发 多端进行部署 就能够让美团的服务 在手机平板 机车等各个设备上 无份的流转 美团如此 那么其他的应用开发 亦是如此 对吧 你的这个未来的呈现的 面呢就很广了 比如说我开车 这个去公司 上班路上 或者说呢 我这个出去办事 对吧 我回公司的路上 然后呢 我在车里面 就调用云 然后呢 告诉他呢 给我点一份外卖 对吧 然后呢 送到哪里去 等等 这个就很方便 那么未来的整个操作系统的形态 是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 那么华为鸿门系统的特点 就是高度模块化 这个和物联网相兼容 和汽车 手机 5G 反正呢 各种设备都兼容 那么包括未来的电器 因此呢 它的应用面 应用的广度 这个深度呢 都比原来的操作系统呢 要来的 要来的更广更深 我们说不只是为用户提供 场景化 智慧化的体验 我们也看到 华为和美团 基于端到端的鸿门生态 整个研发的应用呢 都在不断的进行创新 能够助力美团等互联网企业 获取新的流量和新的商机 为什么呀 我前面说了 华为手机的销量 未来肯定是大幅看涨的 那么华为在各种 比如说汽车 在物联网方面 在各种家电方面 那么它都会搭载 鸿门系统 这每一个地方 每一次搭载 实际上都是一个流量点 对不对 这每一个流量呢 都能够为这些互联网企业呢 带来价值 我想呢 华为鸿门和美团的合作呢 也并非首次 在鸿门生态的构建过程当中 美团早就作为华为的合作伙伴 基于鸿门系统的特点和用户需求 有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了多项的功能 包括上线了华为手机桌面的 外能卡片的原服务 包括PushKit 这些这个实况窗等等功能 那么这些都是互联网 在鸿门系统当中的一些 应用的创新体验 在这一次的这个发布会上 我们看到美团方面强调 要以客户为中心 不断加大在新技术上的研发和投入 特别呢 要和华为的鸿门操作系统之间 在前沿领域 这个不断的探索努力 不断的来创新 为消费者 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同时呀 我们也看到 最近呢 这个关于鸿门系统的发展呢 这个坊间的说法很多 那么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鸿门系统呀 在过去这段时间 虽然有很多的应用 但是大部分 我们在鸿门操作系统 系统当中 所使用的各种应用程序 APP呢 绝大多数 其实是原来的安卓应用 就是我们所说的 APK的安装包 对吧 它只不过呢 鸿门系统 它里面加载了一些模块 就相当于有一个翻译的人 在那里 你安卓应用过来之后呢 我帮你翻译出来 告诉这个鸿门系统 它是什么意思 那么多此一举 或者叫做多了一步 而现如今 应用分叉之后呢 这样的这个过程就没有了 可是呢 鸿门系统毕竟呢 出来这么长时间 过去是那样的一种模式 而新的模式出现之后呢 有些朋友就怀疑了 你现在的金融 招商银行 对吧 旅行同城 包括像我们说的美团 这里面都涉及到很多资金呀 各方面的 个人隐私数据呀 各种交易 那么你这个系统本身 突然间间切换 有这么多的应用 都变成了鸿门的原生应用 那么你这个操作系统究竟安不安全呢 的确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 这个Open Harmony操作系统呢 安不安全的问题呢 已经得到了权威的认证 那我们说呢 我们每个人呀 这个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要相信一些权威机构 他们的认证 我们说目前呢 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 华为将智能终端操作系统 他的原代码呢 贡献给了这个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那么Open Harmony呢 由此而诞生 而我们看到 经过四年的时间呢 Open Harmony社区 已经拥有超过210家的伙伴 构建起了40多款的发行版本 这个版本指的是 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 我们知道 这个包括安卓的操作系统呢 也有非常多的版本 每一家企业都搞一个 自己版本的安卓操作系统 目前呢 我们看到 正通电子 基于Open Harmony所打造的 Light BOS 获得了CCRC 这个EAL4加 它的相关证书 那么这个证书呢 是首个获得这一证书的 Open Harmony的行业 这个行业的这个发行版本 换言之呀 基于Open Harmony所开发出来的 不同版本的这个操作系统呢 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安全认证 那么这个认证本身呢 其实很复杂的 那么认证通过了之后 也证明了 Open Harmony它的底座 具备相关的信息安全的保障能力 因为毕竟呢 它所开发的Open Harmony的 这个版本的操作系统呢 它的这个绝大多数的原代码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共用的 很多时候呢 是在某一些特定功能 或者应用的支持上呢 做一些区可而已 那么由此可见呢 鸿门操作系统本身的安全性呢 是非常高的 那么特别呢 这样的一个证书的获得 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客户 在安全性上对于鸿门操作系统的 它的顾虑 因此可以支撑啊 更多的生态厂商 来开发更多的发行版本 进入更多的对安全比较高的一些领域 啊 我们此前看到 可能在娱乐领域啊 在一些不涉及到我们啊 过多个人隐私或是金融交易的领域呢 首先应用起来 那么未来 随着它更多安全认证 安全机构的这个啊 这个审查啊 通过之后呢 就意味着呀 再包括一些重要的领域呢 那么鸿门系统都可以扮演着关键角色 比如说我们自动驾驶 对吧 鸿门操作系统啊 如果说那么容易被黑客攻克的话 那太危险了 对吧 我开车的时候 结果被AI 人工智能 或是一些算法给劫持了 那对我来说 这个 这就不是什么 对吧 个人隐私的问题了 是会伤害到我们的啊 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说现在的 这一次的这个被认证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Open Harmony呢 它作为面向分布式场景 协同的开源智能中端操作系统呢 它的底座和生态系统呢 实际上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 它的想象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 那么安全是这里面的一个啊 最为引发外界关注的一个核心点之一 那么我们说操作系统获得了 CCRC EAL4加它的认证究竟难在哪里呢 前面说了啊 得到了安全认证 听起来呢 也是比较牛 对吧 那么总要说一说 它究竟这个认证有多难拿 有多么 难以获得 或者多么难以通过 我们看到 加入Open Harmony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过去啊 国外操作系统的这个系统的开发呢 需要做一些裁剪啊 但是呢 很难得到专业上的支持 很多时候呀 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而现如今呢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Open Harmony的项目组 技术专家和开源社区 都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 包括呢 项目运营 生态的构建 开发的资源和工具的提供 那么技术的支持 以及安全的策略 那么还有知识产权保护 等各方面的这些啊内容 特别我们说 在Open Harmony项目的帮助下 整个系统开发的速度呢 都会快快的提升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 这一次呢 Lite BOS 获得CCRC 这个EAL四加认证呢 其实在过去的这个难度呢 是很大的啊 是很大的 它需要经过非常多的 这个考核的指标 非常多考核指标 有很多子模块 都需要经过很多安全上的 这个挑战 很多挑战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 你所有的代码 所有的链条都需要经过校验 那么保证代码不存在 被篡改的可能性 另外呢 这是在代码链的 这样一个阶段 在运行阶段呢 所有的这个 经过认证的这个操作系统呢 要确保整个的数据 在设备上的存储安全 不同的数据 也需要提供 不同的安全保障机制 这个本身呢 也是比较难的 在更新的过程当中 则需要保障来源 来源于可信的地方 那我们最近安装一些应用程序的时候 总是告诉你 哎 这个应用程序啊 来路不明 啊 小心谨慎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一次 这个鸿门系统 它经过这样的安全认证呢 都要确保每一个 这个安装的来源呢 是要可信的 比如说 它的操作系统 从认证的这个 电子的服务器上 来下载更新的时候呢 那么实际上 这个服务器呢 也是需要经过认证的 啊 否则 我怎么知道 你这个服务器 究竟什么情况 在这样复杂的要求之下呢 在获得CCRC啊 这个EAL4加认证之前呢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 及认证中心呢 首先会对相关操作系统的 安全功能 进行全面的评测 而且结合详细的设计 圆满的审计 还有呢 这个渗透的测试 现场的审核等等 全方位的进行评估 因此呢 我们说 拿这个通用的整套操作系统 而且是国产自主的 基于Open Harmony的 这个鸿门的操作系统 进行这么高级别的认证呢 还是上述首次 换言之下 以前咱们这里呢 这个国内呢 也开发过各种操作系统 但是基本上很难通过 这样的认证 而基于鸿门操作系统的 Open Harmony呢 他的分支 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应该说呀 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未来呢 在各种物联网终端 各种行业的服务设备当中 那么特别是很多的 金融涉及安全隐私 包括前面所说的 这个自动驾驶呀 还有涉及到银联卡 金融交易这些 很多关键的领域当中呢 他就可以得到 这个大展宏图 或叫做呢 得到很大的发展 对吧 否则你的这个安全顾励呢 是很多人使用一个操作系统的 一个很大的难点 现如今呢 中国的数字科技 数字经济正在加快发展 千行百业数字化的转型 也有了更为牢靠的数字的底座 现如今的竞争 早已不局限于硬件的争夺 更多的是一种系统 一种生态的发展的比拼 因此呢 我们看到 那么现如今 整个的鸿门的安全能力 鸿门的竞争力 鸿门的生态能力呢 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那么鸿门的系统呢 在这一次华为与安卓的 硬分叉的过程当中呢 得到了众多国内生态企业的支持 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一次安全认证的通过 权威的这种认证呢 实际上也是有很多 这个背后的专家 在当中呢 都在发光发热 那么共同来支持 国产的鸿门投资系统呢 能够尽快的完善起来 能够尽快的 让它的这个生态呢 得到发展 因为只有这样呢 才能称之为一个健全的操作系统 才能称之为一个有前途 有大发展的操作系统 另外我们要知道 鸿门系统也好 华为手机也罢 它呢始终不可能仅仅在 中国市场上大力发展 要知道呢 华为手机过去是世界第一 全球手机销量排行榜一名 对吧 而什么原因都知道 结果呢跌落神坛 到现在呢 华为又再次出发 这一次出发的时候呢 它有了更多的小伙伴 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手机 它有了麒麟系列的芯片 它有了鸿门操作系统 它还有众多的这些应用程序的开发者 和它一起来为这样的操作系统的生态发展 来贡献力量 那么基于此呢 在未来我们要展望华为手机在全球 重新夺回世界第一宝座的时刻呢 实际上鸿门操作系统 或是麒麟的9000s 未来的这个9100s 或者是更多更先进的啊 这个芯片啊操作系统啊 更多的应用生态 它的这种支持呢 是少不了的 而且我们必须要说 下一步鸿门操作系统的发展呢 仅仅有咱们国内的这些应用厂商的支持 还是不够的 在国际上呢 我们必须知道 包括邮件啊 我们知道外国人呢 他很多时候啊 喜欢用邮件收发 因此一个好的邮件的这个应用程序非常关键 那么究竟哪一家在全球有影响力的邮件服务商 会来支持鸿门系统呢 再比如说在国际上啊 那么地图 过去呢是谷歌地图 在国际应用比较多 如果谷歌受制于美国的政策啊 不为鸿门开发应用程序的话 那么在国际上 是不是能够找到一家来帮助鸿门系统 开发国际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些地图的应用程序呢 那么再比如说在不同的市场上呢 他们都有各自的什么打车软件 订外卖软件 什么啊 买电影票软件啊 聊天软件 对吧 那么是不是每个国家的这些应用程序的头部企业 他们都愿意在鸿门系统上来开发 来提供他的这个应用生态的支持呢 这些都很关键 也都是未来需要克服的挑战和困难 当然前提还是华为手机 华为设备 在国际市场 在中国市场 你有多高的市场占有率 如果你的手机卖的足够多 换言之 你的流量足够大 那么呢 就意味着你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想必啊 这些生态企业呢 他们也希望拓展自己的版图 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用户 更多的支持者 所以呢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不管怎样 我们看到 今天的华为的鸿门系统 与安卓之间彻底告白了 彻底告别了 彻底说再见了 那么未来呢 鸿门这样一艘大船 在大海当中 必然会披荆斩机 驶向深蓝 我们祝福鸿门 能够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 在全球市场呢 也能够披荆斩机 取得很大的市场份额 能够构建起 基于中国鸿门操作系统的 全球的应用生态 届时将有望和iOS和安卓呢 在国际市场上正面的PK 这一天我们希望早日到来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